在媽媽手中喝著內內的小嬰兒 看似相當的安穩 但只要一吐奶 就讓新手爸媽相當的緊張 其實這樣的症狀 常常發生在嬰兒身上 但如果吐奶頻率太高 就需要就醫檢查 這個狀況其實相當的常見 那在國外的大型的研究發現 是說大概最嚴重的時候 是小朋友大概四個月的時候 將近會有六七成的小孩 都會有這樣子生理性的一個 會是到逆流的情形 六個月的養羊 因為頻密吐奶 因此爸媽自行減少胃奶量 但症狀卻沒有改善 經過醫生檢查才發現 這是健康嬰兒會出現的 正常生理現象 生理性胃食道逆流 小朋友的嘔吐物是有含血絲 或者是含有膽汁 膽汁是一些綠色 黃綠色的一些液體 那這樣的狀況就非常需要注意 小柯醫師表示 如果判定為生理性胃食道逆流 可在睡覺時候進行養睡或抬高頭部 另外扶著脖子搖晃上半身 或者是密集的拍隔 都可以減緩症狀 千萬不要自行減少奶量 反而可能害小寶寶肚子餓 增加吐奶的機率 臺坡大臺北數位新聞曹登華 採訪報導 臺坡大臺北四十再職